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发表的所谓双十讲话 持续受到两岸各界批评 10月13号 多位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 《台湾政局变化与两岸关系走向》研讨会上表示 赖清德双十讲话将历史切片进行按需取用 相较于其520就职演讲 双十讲话的欺骗性迷惑性更强 但其谋独的本性与本质没有变 对抗大陆的立场没有变 这场讲话无异于玻璃纸包裹的读完 双十讲话发表后 部分西方媒体与岛内声音认为 对比赖清德就职以来数次公开演讲 本次似乎有意释放善意 专家表示 不能将赖清德在措辞上的包装 视为其谋求分裂本质的转变 事实上 此种包藏祸心的粉饰更需高度警惕 赖清德提到了类似于陷害革命 提到了113年之前 甚至中华民国这个词以后 他们还觉得有点微微的 还有点欣慰 但是我觉得不要上了赖清德的当 因为他谋求的是分裂 是要搞台独 因为他所谓的中华民国 是指的卧地生根于台澎金马地区的中华民国 而不是国民党所主张的 饱含大陆地区的这一个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 外清德所讲的台湾化的中华民国 与台湾化等号的中华民国 与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在性质上有着截然的不同 我就觉得双十讲话 它是玻璃纸包裹的一种毒丸 是有毒的 就是妄图重新构建台湾的叙事 性质很恶劣 那在讲话当中 提到了1911年的推翻帝制 1949年的金门战役 但是绝口不提 1945年的抗战胜利 我们知道正是抗日战争的历史 以及为了结束战争 签署的开罗宣言 不死产公告确立了台湾 澎湖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 鼓吹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 叫嚣跟民主国家肩并肩 让世界拥抱台湾 与会专家认为 这些话术背后 就是要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把台湾塑造成 所谓国际社会重要议员的假象 背后的险恶用心 就是要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把台湾塑造为 是所谓国际社会重要议员的假象 但整体观察 目前一个中国原则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赖清德妄想以外谋独 注定是汤壁当车 咨询死路 赖清德在讲话当中 反复提及台湾的所谓民主自由 这种表述呢 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岛内的支持 而且呢也向美国等西方国家 传递一个信号 那就是台湾将继续定位 在跟大陆斗争的最前线 并且呢 希望通过和台湾的这种 所谓的民主堡垒的形象的塑造 进一步获得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副研究员杨清华观察到 此次赖的双十讲话 最后部分的风格与以往不同 是以政策话题的方式收束 他判断 自赖上台后 以所谓民主的牌匾 施行威权制台 对内对外都展现出喜斗一面 所做的无非是为了延长 其政治生命布局铺路 他通过了是一种政策画柄的方式 而且呢 对在野党呢 是实施了一种情感勒索 他是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呢 是突破在野党的一种监督 来裹挟他所谓的这种 仇勇 买票 还有台独的这种预算过关 并且同时他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把在野党置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 我觉得这都是他的政治谋算 在这里边 杨清华指出 在明年度台当局总预算中 与大陆进行所谓认知作战的预算 以及所谓国防总体预算 都在大幅增加 叫战意味十足 持续与大陆对抗的态度一目了然 双十讲话所展现的温和与善意 只是为了最大限度的 收割不同派别的民意支持 这是真正的爱台湾吗 个人的思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